你去哪儿 我哥是临时给我打电话 说要来这儿避难 我总不能说 你别来 大街上溜达去吧 行 你倒是打讽了 你考虑过我吗 我一个女孩 赶紧撕个踏到我前面 住一块 多不方便啊 你看刚才那个情况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啊 你现在啊 觉得不方便 不适应 再说也没四个大老爷们儿 你小睦睦是个小孩儿 老婆 我老婆是不是最懂事了 股权大局 行 行 行 股权大局 你少给我放彩虹屁 我跟你说 丑话说在钱的 他们要暂住 真的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啊 要一直这么住下去 我真的受不了 我会疯掉的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你不给我出难题呢吗 我不管 寝生容易 宿生哪 你自己捅的肉刺 你自己解决 你干吗去啊 胃太臭了 出去透透气 哪儿臭啊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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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洗洗 你别动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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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擦擦手 谢谢啊 黄自立 我觉得 你们三个住在这儿 不是场景之子 明白 目前仅这样吗 对了 房警官 那骗房子的人 什么时候都抓着了 这也真不好说 抓个难度挺大的 就算把人抓到了 你们那房子 通过合法程序 再顾客回来 也是需要时间的 你要有个长期的 思想准备 明白 来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了 我们警方是一定不会放弃的 你要有信心 还要担心 对了 那 你得帮我个忙呗 你想去留妈院那儿看看 让我帮你照顾他们一俩 我这还没开口呢 你都知道了 我 我是怕 老爷子一会儿也找不着我 他又着急 行 你去吧 给我吧 行 谢谢老妈 行 谢谢老妈 来 世强 我出去一趟 一会儿也回来啊 你去哪儿啊 快点回来 吃饭 要哪儿啊 杨才 杨才 那杨才就行 好啊 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啊 他为什么不要自己的心鲁肉 也要照顾那爷儿俩呀 他是不是心里根本就不爱我呀 你怎么这么傻呀 曼玉 都已经这样了 还有什么爱不爱的呀 那我怎么办呀 那我怎么办呀 难不成需要跟他分了 必须对 黄自立什么条件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本来想着能帮他 把忠家这爷儿俩这包袱 给甩了 顺便捞套房子 结果没想到包袱没甩掉 房子也没了 你说你们俩这日子怎么过 咱们家成了他们收容所了 再说了 通过这件事情 他心里已经跟咱们落下疙瘩了 就算你们暂时好了 他心里这个结永远也解不开 你们俩啊有缘无分 赶快分了啊 倴先生 阿姨 曼玉还好吗 你现在才想起来关心他呀 不是 阿姨 刚才的情况你也看见了 钟老还病着 我不能不管他们 那你就去好好管他们吧 不用再来找曼玉了 阿姨你们别生气啊 我是得先把他们安顿好 然后呢 我 没有然后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曼玉流产了 孩子没了 黄自立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你跟曼玉 已经没有必要再在一起了 不 不 阿姨 我能见业曼玉吗 黄自立 你已经做出选择了 从今往后 曼玉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走吧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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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ds 有分 不是 Any concert 纜辞 香港 你老婆 你得忍住了啊 老话说得好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你就让她走吧 孩子 也许以后你就明白了 这未必是个不好的结果 你怎么回事 在哪儿了 怎么还不回家呀 我不回去了 我有个重大决定要告诉你 现在通知你 我要换公司了 换什么公司啊 换哪儿去啊 就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那个大公司前台啊 他们领导同意了 明天就能上班 不是 露露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你让家里一下子 住进那么多大了 爷们不也没跟我商量吗 这两个回事好吗 算了 算了 我不在这个电话里 跟你那个瞎掰扯了 赶快咱俩回家好好聊行吗 你在哪儿呢 过来接你 我跟你说了 我今天不回去 你不回来 不回来你回哪儿去啊 我用招 不是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你就有点胡闹了 谁胡闹了 自强 我告诉你 你没有任何权利 干涉我的自由 再说 我不回去 你方便 大家都方便 你也可以撒了花 地照顾他们眼儿撒 不是 你在这儿跟我说这气话 有意思吗 气话 还有 子强 我没有生气 告诉你 我非常地支持 你对你哥做的事情 我打心眼里地支持你 但是 我也希望你能不能支持 和理解我一下 行吗 表姐 表姐 好 好 你喝酒吧 好 好 马上 就这样吧 不跟你说了 我祝你们四个爷们 能够相处愉快 不是 露露 露露 方警官 方警官 杨索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黄自立把他们也俩 安排在黄自强他们家了 我刚送他们家出来 都安装好了 那你辛苦了 没事就早点回吧 杨索 其实我觉得 他们一仨住在这儿 也不是长久之计 那没办法 我们毕竟是派出所 又不是慈善机构 能力有限的 对他们最大的帮助 就是尽快把案子破了 行 我知道了 黄自立 黄自立 你在这儿坐着干吗呀 怎么不上去啊 孩子没好 今天的事我也感到很抱歉 这事跟你没关系 是我对不住刘曼玉 而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可能放弃那爷俩 别太自责了 如果不是刘曼玉他们母女俩 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 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引狼入室 也不会发生今天的这些后果 事情发生以后呢 他们俩事先想到的 不是怎么去弥补自己的过错 而是让你去摆脱他们一俩 这样的做法怎么说都过去了 没有办法得到人的认同 你别多想了 这也许是老田爷的安排吧 快上去吧 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 那我上去了 那我上去了 好 快起床吃饭了 你先去吃 睦睦 这是哪儿啊 咱们怎么在这儿呢 这是叔叔家 咱们不几天就回去 老爷子 粥好喝了 好喝好喝 那您慢慢喝啊 我上班去了 我走了啊 好好好 没事常来玩啊 我下班就来 好 哥 早饭做好了 吃饭啊 我走了 露露呢 她换了个工作 去个大公司当前台去了 嫂子就走了 她不跟你去老风亭上班了 她爱去哪儿去哪儿 懒得管 怎么呢 吵架了 回头再跟你说吧 中午饭你们自己解决啊 冰箱里什么都有 我走了 我走了 睦睦 叔叔再见 再见 常来啊 再吃一个 我要上游肉园 和小朋友一起玩 今儿太晚了 明儿再去玩啊 老爷 我想上游肉园 你爸我不是说吗 今儿太晚了 明儿去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 老爷 爸 老爷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你这么回家啊 不是 阿姨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这腿怎么一点 使不上劲儿呢 有知觉吗 没有 来 你先起来呗 慢点 慢点 好 你俩不舒服吧 没有 没事 我给你拿药去 好 好 你药吃完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要吃完了 我要上游肉园 我就要上游肉园 行 送你上游儿园 然后我再送你去康复中心 好 丁老师 丁老师 孟姆来了 怎么好几天没见你了呀 这两天家里有事 所以没来 孟姆 走吧 老师带你进去了 您过来了 远程 家里一家两天太忙了 所以耽搁孟姆就上学了 我还以为你们有其他安排呢 月底了 一会儿别忘了到财务部 给孩子把学费交了 学费 你不知道他要交学费吗 这个事以前不是我处理的 我们远啊 学费是每个月一交 一个月一万二 一万二 爸 你等会儿吧 那个 远程长 这 这么贵啊 我们是双鱼幼儿园 从私自的远价和教育的硬件上 而且对孩子的天赋培养上 也是国际一流水平 如果我在同类的那个幼儿园里头 我们也是资费比较低的 不信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呀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沐沐在这儿 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不过 我想问一件事啊 你能保证他将来成为博士 成为科学家吗 我们是做启蒙教育的 至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我们就不能保证了 你什么都不能保证 你凭什么时候 收那么多钱哪 我闺女上幼儿园的时候 一个月才十几块钱 现在你们涨价 都涨得没谱了 这 爸 我那个学费员长 我回头来教 这老人家他身体不太好 中风了 还有点脑年痴呆 您别借意 好吗 我先送他回去 行 那您慢走 打扰了 打扰了 现在这涨价涨得都没边了 人家被子虎 我还跟他再把话说明白 教育 医疗 这社会良心 现在就有人 干这没良心的事 不是 交学费了吗 我没有办 我在想这家幼儿园 收费简直贵得离朴 要不想给梦梦换一件 换 马上换 行 我去办 好 自立啊 咱都不是外人 我跟你说话也就不客气了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 没带老爷子来了呀 你看看他现在这情况 明显在退步 再这样下去 腿部肌肉就真的萎缩了 真是怪我 最近家里事比较多 没顾上 你就算家里有事 你也得让人天天勤 扶着他动一动 多做做按摩呀 你说得对 是我忽略了 以他现在这种情况啊 除了日常用药 我给他再另外开一点药吧 行 不过有血药不在医保办法内 这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 没问题 行 走吧 帮帮帮 睦睦 喂 莉莉 我今天晚上能去你那儿 再住一晚上吗 明天公司不是团建吗 我住得远 怕迟到了 我收拾收拾 今晚先吃饭啊 拜拜 自立啊 我口渴 我给你倒杯水去 怎么了 露露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不知道你这个点在 没事 没事 哥 哥 是我自己戴着耳机 没有听到你们进来了 我们是真不知道 这个时候你已经回到家了 我换了新工作朝九晚五 所以回来得早了一点 新工作 感觉怎么样 还行吧 哥 你们好好待着 我有事先出去了 你去哪儿啊 参加公司团建 哥先走了啊 爸 爸 我得跟您说两句 在这个屋子里吧 咱不能乱走动 尤其是那个屋 咱不能随便进 明白吗 那我先回屋了 那我先回屋了 我帮你把脏衣服洗了 就这几件了吧 嗯 走 喂 妈 蘇丽啊 那个房经官给我打电话说 把你老丈人的房子 叫别给我给骗楼叻 不 房警官跟你手指一抓在 真好添乱啊 好添乱啊 你个臭小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自己不好好检查你自己 你还要说别过 我跟你说 不是人家找的我 是我找的人家 我前天我把电话 打到你老丈人屋头 是我陌生人接的电话 人家说房子已经过户了 不是你们的了 这个情况下我才 打电话找着房警官 我说你一想是 咋发总的这个事情 我的房子 咋快叫人给骗了嘞 好了好了 算了 妈 你的话我不多说了啊 我现在直接跟你说重点哈 不管咋说 这个事情你是有责任的 你在这个时候 你不要怕骂骚 你也不要埋怨别过 你也不能两条子 你要担当 你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你把这个事情放到这儿 把你自己跑了 你不要嫌我了 再点个棍子去收拾你 妈 你不要作急嘛 我跑我跑拉你起来 那你没有说你要跑 那房警官在电话里 都一个句就给我说上了 帮助你 鼓励你 这个话里话外 都是关心你的 就是怕你过不去这个坎 你不要作急 你也不用担心 那警察都已经说了 要把这犯罪分子抓起来 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还有要不房子啊 会尽快被我们弄回来的 你也不要服务我了 房警官都说了 那这个犯罪分子都跑到鬼外去了 一时半会儿抓不住 就算是抓住了 那房子已经过户了 你以为过户过来 来着那么容易的时间啊 他能我自己都跟你说了 他还不是天暖啊 你说啥子 没 我没说啥子 爸爸的意思 也不是说想让你们卧死 我的意思是 你如果困难的不信了 你就把你老丈人 还有钟情乐的孩子 我送回来 咱们屋头有房子有地 咋个都把他们养活了 爸 我觉得你说得太严重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们找不好的 你这个态度就对喽 总而言之 一句话 活人不能让鸟给憋死 你要是有啥子困难 你就告诉爸爸 爸爸是你的丁海神真 你晓得了不 晓得了 对喽 你这个事情 你跟你那个对象说了没 他们屋头啥子态度 我说 说了 说了 没啥子意见 这么说 他们屋头还是同情大理的 那你就转达我的意思 等你们将来结婚的时候 我们皇家是不会亏待他的 我晓得了 我一定传得到 爸 我还有事情 我就不跟你说了 我话还没有说完 不是 我还要出去卖产 还有好多事情都没做完 那你跟我妈主意成体 晚上再打电话嘛 好好 爸 再见 我 干吗疼 上楼 咱们坐下来谈一谈 我跟你说了 我今天要参加公司的团结 我没时间啊 我问你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跟谁在一起 有闺蜜呢 闺蜜 你就那么几个闺蜜 谁 哪一个 查岗啊 对 我今儿就查你岗了 我问你 昨天我在电话里喊你 露露那男的是谁 黄自强 你怀疑我 昨天晚上在电话里喊你 露露那男的是谁 那我问你 你整天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 跟人家亲一来亲去的 那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少跟我打岔 我没跟你打岔 这是为了资金员工亲切 多的企业文化 你懂吗 你说谁没文化呢 我没文化 是吧 我没文化 行 我不跟你扯这个了 我真来不及了 你去团建也行 告诉我 团建在哪儿 结束之前给我发微信 我过来接你 不用 我们要去城外一个营地 封闭训练七天 七天 一帮男男女女 就关在一起关七天 那不出事才怪呢 不行 不能去 皇子 回家 行 你 你太过分了 你想一辈子 当个掌勺的 我没有意见 那你凭什么来阻碍 我的发展啊 我好不容易 找个新的工作 不用那么累死累活 在前台陪笑 看人脸色 你非得不支持我 不为我高兴 你还有这种 龌龊的态度 那阻碍我的进步 封建专制男 你一点都不尊重我 我不尊重你 那你现在这样 你在尊重我吗 我说的尊重 是你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考虑我感受的 那种尊重 你把你哥他们仨 直接带到我们家 就是对我极大的不尊重 你做这些事情之前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问过我的意见吗 当然你还问我意见 我也会告诉你 我不同意 是 咱们是该帮他们 但是帮人得有个限度啊 我可以花钱花精力 去帮他们找宾馆 找租的地方 但你一声招呼不打 你就直接把他们 带到家里来了 我一个女孩 直接面对你们 四个大老爷们 我说得了吗 就像刚才 我在房间里换衣服呢 我一转身就看到那个 脑子也不怎么清醒的老头 就那么盯着我看 你说那我以后 是不是睡觉的时候 在自己被窝里 还要想着 是不是要穿戴整齐 怕哪个大神 一不留神就闯进来 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就算没有团建 我也不想回去 你先自己回家里看看 在阳台上挂的 那屋里面放的 那洗衣间里堆的 那个味儿 那个乱 我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但是 自强 我不会逼你 赶你哥哥他们走 我不是那么绝情的人 所以这段时间 这几天也请你能够冷静一下 好好想一下 我们怎么面对 现在这个情况 也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之间关系怎么了 我们关系挺好的 露露 慢点 technologically 你家回来都够早的呀 你们爷仨在家 我要不在家呀 估计那爷俩都吃不上饭 你可不能因为我们三个人 影响你的工作啊 没事 堂堂老凤秦的厨师长 连给自己放个小假的权利都没有 那我还混什么呀 牛 再牛有什么用啊 你递我 不还是个厨子吗 长勺的 你这什么话呢 现在好的厨师可抢手了 昨天露露没回来吧 跟她闺蜜疯去了 疯完了就住人家了 见婚人回来吗 说什么团建露营 不管她了 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吧 喂 喂 子清 你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这都怪我 我就不应该把这爷俩 弄到这儿来 太唐突 说什么呢你 我们俩闹矛盾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你别犯老毛病啊 又多想 我们俩是闹矛盾了 我们俩是闹矛盾了 就是因为她去这个新公司 她之前就跟我说了 要去大公司 什么做前台 我就不同意 我说你就留在老凤婷 这样我们俩还能在一块儿工作 偏要去 这一去可倒好 要什么团建露营 七天都不能回家 那我当然不愿意了 我跟她说 她还跟我急 你别多想啊 跟你们没关系 人家要追求高大上啊 就那去吧 我呀 就做我的厨子 菠萝古老肉来喽 我吃这个 我也要吃 这是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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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不要抢 不要抢 好菜还在后头呢 吃吧 真好吃 你什么 speed 我那现在都想要摇 你什么时候 啊 有一点 你什么时候 在我们吃 就好了 好 喂 你好 我在网上看到你们有套房子 在出租三千块一个月 对 能不能看房啊 当然是越快越好 如果可以的话 合适我就可以尽快签约 行行行 那明天见 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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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言 快点 一会儿这几个人你来审吧 没问题 把那些骗子机aki farmers 全给我抖出来 这次咱多拒它几点 好嘞 你这儿还没走呢 查中正道的案子呢 怎么样了 太棘手了 对比了这么多的身份信息 完全没有偷许 看来咱们俩今天操心的人 都一样啊 什么意思啊 我巡查回来的路上呢 遇到一些事 然后逮了几个人回来 你猜我遇见谁了 谁啊 黄自立和钟正道 黄自立 他又闹出什么事来了 他们没闹事也没犯事 这次呢他们是受害者 受害者 怎么回事啊 我那会儿刚路过那个房产中介 发现那边有一堆人 吵吵嚷嚷嚷的 像是要发生冲突 然后呢 我再走近一看吧 那个黑中介我认识 再仔细一看 那围着的两个人 不就是黄自立和钟正道吗 我看他们吵得越来越凶 像是要打起来了 我赶紧下车过去 还好过去得及时 要不然他们俩真不是那帮人的对手 这个黄自立太难惹祸了 万一啊 钟老爷子跟着他有什么好歹怎么办 我跟你说 这次你真不能怪他 他们真的是被那个黑中介给骗的 黑中介 你的意思是黄自立今天是去租房子的 是啊 但是这房子不仅没租成 还被人额了押金 以他的智商不会犯出这样的错吧 不是他们智商地 是这几个黑中介啊 实在是手段太深套路太深了 这几个黑中介在我这儿呢 都是有暗底的 他们呢就以房屋租赁为由 坑蒙拐骗别人的钱财 比如说他们会在网上发布一些 虚假的便宜的房源 引你上钩 等你真正感兴趣了 他们就说这个房子没了 然后带你去看别的 其实呢就是一种变相涨价 再比如说 他们会在合同上动一些手下 让你不知不觉地就陷入了圈套 当你刚住进房子的时候呢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会冒出来各种水电费呀 维修费呀 什么物业管理费呀 而且费用都高得惊人 如果你不交 他们就会断水 断电 如果你想走 可以 但是押金不退 而且呢 还会提出来各种 省号费让你去赔付 最搞笑的是 这个房子多年以前的 这些水电费 物业费 维修费都会冒出来 让你一次给不起了 如果你不如我 他们就会暴力恐吓 强力撤离 全都棄活了给你伺候了 这么嚣张 对呀 而且屡禁难止 今天这边查封一个 明天那边又起来一个 实在是跟牛皮选一样 怎么治都治不完 黄自立她的钱要回来了吗 那当然要回来了 幸亏她遇上了我 一分没少 全给她要回来了 那就行 不过 方言啊 你说这黄自立手头 是不是也太紧了呀 你知道她们为了多少钱 为她去批命吗 三千块 我一看那合同 就是一十几匹米的小平房啊 她们至于吗 她现在失业了 手头应该是挺紧的 那钟晴的这个存款 也没给她留地儿吗 还有 不 这给抚恤金也该发了吧 她们家带着一老一小 天天开始挺大的 特别是她们家木木 上了个国际幼儿园 学费真挺贵的 说不准 也是 黄自立她们接什么时候回去的 刚刚 刚刚 这么晚吗 那谁去接木木的呀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喂 孙阿姨 你在哪儿 你快来接我 你在哪儿呢 我在幼儿园 小朋友们都走了 就剩我一个了 黄树的电话也打不通 是什么时候没人要我了 莫莫 你别多想啊 怎么可能没有人要你 是因为你黄树今天太忙了 没去接你 这样 你在幼儿园玩一会儿 放心现在过去接你 好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行了 我赶紧去了啊 我看看 睦睦 过来 放一放 刚刚着急了 我看看 来 我还以为你哭了呢 没哭 真乖 没事啊 别着急 方阿姨来接你了 谢谢了 于老师 还要这么长时间 我有点事耽搁了 我都知道了 小总跟我说了 也没这么严重 其实 行了 黄自立 你这个人 承认自己吃一次亏能死吗 你为什么去做话 就闲着没事 随便转转 是不是黄自强在说什么问题 不是 不是 跟 跟他没关系 这事 最好别人自强那么知道 行 我不说 走吧 来 睦睦 多吃点肉 吃点豆腐买 看你这么瘦 你们下午干吗去啊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也没啥 我是看老爷在家里待着吧 挺无聊的 我就带他出去转悠转悠 这谁知道 把时间给错过了 还让方警官去接他睦睦 这都怪我 怎么出去转转啊 我们下午是出去找房子了 要是还遇着个坏人 差点额我们三千块钱呢 你找房子去了 你别听老爷的瞎说 别说话 别说话 方警官 老爷刚才说的真的吗 我哥找房子去了